防疫期间民众减少外出小心诈骗集团犯案 在玉里镇春日里一名妇人 接到了20多年不见的侄子来电 向她要借40万元 这个妇人承诺她要汇款25万 她和先生到了玉兴农会松府分部要汇款时 被巡逻袁警听到妇人的对话 袁警请妇人和这个真侄子通电话才拆穿 原来这个假侄子是诈骗分子 也保住了妇人的积蓄 玉里镇春日里一位妇人接到20多年不见的侄子来电 谈话中向她借40万元 妇人就承诺要汇款25万元 妇人跟丈夫到玉兴农会松府分部准备汇款的时候 被巡逻袁警听到妇人的对话 袁警请妇人与真的侄子通话 才拆穿了假侄子是诈骗分子 也保住了妇人的积蓄 这两三万块码还没有关系 这不问理由 妇人拿起手机看着假侄子传来的讯息不疑有他 还真的以为是在外工作打拼的侄子有困难才会准备将钱借给他 警方判断这是诈骗集团的伎俩 随后将妇人带回派出所进一步查证 经联系上其辞联盟向警方表示自己并没有向姑姑借钱之情势 此时真相大白 妇人连忙向警方道谢 感谢警察及时出现 才保住其辛苦存下的积蓄 历分局长温基辛呼吁民众电话中如果有遇到提及汇款 事宜一定要提高警觉 如果有疑虑先挂声电话再冷静拨打165或者是110报案专线 警察会立即提供专业资讯以保障民众的财产安全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